凰寶瑟 Re Birken Re Tuong 大家好 各位東周刊及頭條日報的讀者 你們好 今天我們再來到中醫直播的項目 不過 今日大家開始看我們身邊的中醫師 是不是 worldview和以前是不一樣的 以前每位醫師都是穿得很荒蕪 都是穿黑衣服 今天見到醫師 林醫師 換言一身 醫師除了有少女美 還有一身就是湖水綠的裝束來見我們 你們猜猜這次醫師會講甚麼題目 其實今天我們就是講這個情緒問題 大家可能都會覺得原來中醫都可以治療這個情緒問題 我這個都覺得有些非常好奇和有興趣 我們今天先介紹我們身邊的醫師 就是博愛中醫部的林芝詠中醫師 林芝蘭 林芝蘭中醫師 因為經常介紹阿榮阿榮 不好意思 林芝蘭中醫師 其實他本身除了修讀中醫之外 其實他還是修讀了一個心理學的課程 所以他在診所裡 都看了很多有關於情緒、鬱結 這一類的問題 好 今天就請林醫師幫我們解釋一下 其實如果是有情緒問題的話 其實那些人的表現會是怎樣呢 包括是否狂躁、抑挖、焦慮 是否像我們西醫那種分類方法呢 各位家庭觀眾大家好 我是博愛中醫診所的林芝蘭醫師 我正在收錄的是精神醫學的碩士 也很高興今天會跟大家分享一下 關於情緒和精神健康的一個講座 剛剛主持也提到 就是關於情緒健康 究竟我們何時才分辨自己是否有問題呢 其實我們每個人都會有喜怒哀樂的情緒 但是當我們去到一個比較極端的情況 以及我們會很強調那個時效的問題 可能持續以日計 去到星期甚至以月計的時候 就超出了一個正常的範圍了 其實坊間我們都有很多小測試 我們可以基本檢測一下自己是否有一個情緒的問題 例如其實會否說是悲傷、憤怒和不滿情緒一直困擾著你 會否是夜難人症的時候 可能就會經常哭 或者是喪失了對生活的動力等等 所以我們會很多時候強調你的動機 以及對於生活的渴望 會否是有點喪失了的時候 我們再看它的時效 我們就可能要建議你 要關注自己的情緒健康多些 你剛才說 如果這種情緒持續困擾著自己 那多久呢? 譬如我偶然這幾天都不太開心 夜難人症 你也知道秋風煞煞 有時都會雙春悲秋 看著樂業的時候 有時都會覺得有點消殺 情緒都會有點低落 我算不算是有情緒病 這個也很有趣 其實外國也有提倡過 就是關於季節過度的一些情緒問題 但這些往往都是很短暫的 就是剛剛我們提過 是一些以入計的時數 可能你過了這段時間 你就會變回一個正常 對於生活會有一個動機 但是如果真的初步開始有情緒問題 它很多時候會影響到你生活提不起勁 甚至影響到你日常的習慣改變 又或者你上班上學 影響到這些情況就會更辛苦 那是否這種情緒持續了 可能以星期計或甚至乎以月計 是的 因為其實往往的解決 它是根據每五至十年都會更改一次 所以我們開頭不想去否定一些情緒的問題 我們有分輕度中度去到重度 所以我們希望大家先關注自己的情緒 持續了多久 一個低落時期 或者過度亢奮這些 去留意自己先 然後我們再去尋求更加多的協助 是的 我之前也做過少少資料搜集 想知道譬如自己的情緒 真的有些不開心 或者感覺到自己是有些屈結 有一些坊間是有些自我去評估 自己是否真的有情緒問題的一些問卷 好像是這個心理健康委員會的一些網站上面 其實都有些自我檢查的一些問卷 其實是的 如果想找一些更加可靠的網站 我都會建議大家可能在中大的情緒健康中心 其實它有一個最基本的七種情緒病的事可測試 又或者是醫院管理局 其實都有提供一個基本的抑鬱測試 但是很多時候都希望各位家人觀眾 做完這些測試之後更加重要的是 你自我認識然後踏出第一步去尋求協助 是的 不要說自己評完之後 我真的抑鬱了 那就繼續抑鬱了 抑鬱就是 真的需要自己也要踏出第一步去走出來的 我知道其實在情緒問題方面 有躁狂、有抑鬱、有焦慮 在中醫這方面 其實我們會不會分開幾種不同的類別 和一些人的體質其實是有沒有關係的 我們現在回到我們正題 就是關於我們今天說情緒舒緩 其實在中醫的角度是甚麼一回事 其實最簡單就是 歸入我們中醫屈症的類別 其實早起皇帝內經 其實已經有說到就是五氣之屈 然後在今季要略的一個 我們很常用的經典書 其實有提到煤滑氣和葬燥這兩個病症 而他們當中的用藥 其實去到現代的意思都是會繼續用 然後去到明代的時候 我們就正式採用屈症這個名詞 其實它是甚麼原理導致的呢 最基本就是我們經常說 嘩很屈結 其實它是一種氣機屈制的情況 它就導致了我們可能光氣 就失了疏舌、皮膝健運和心失所養 有分虛症和實症 那甚麼叫虛,甚麼叫實? 虛是否即是偶爾出現 但又不是經常出現的 其實虛實往往會 我們都經常強調會互相轉化 但是一開始初頭 多數都是實症 即是我們受到一些外界刺激 令到我們一時很憤怒 傷心這些我們都是實症 所以為甚麼說 一開始可能會有些胃頂的情況 然後開始久了 那我們氣屈就可能會有血雨 化火痰結等等 那可能我們就會有月經失調 如果是女士 那如果說 有時為甚麼有些人情緒鬱結耐了 覺得喉嚨有東西頂著呢 這個就是開始氣屈導致痰結的情況 那當我們說時間耐了 去到虛虛實實轉化 轉化成虛的時候 可能有些人在街上 會看到她的眼神有些彷彿 很多時候這些就是心神失癢的情況 嗯 剛才聽到你說兩個字 一個就是一個醋 一個臟醋 是否即是說內臟的醋 其實我們先分陰陽 我們說的是我們五臟的陰分不夠 其實就是一個醋醋的表現 所以它跟我們心、皮、腎是比較相關的 乾陰不足 然後導致這些心神失癢的情況出現 所以很多時候它是否一定代表很醜 其實不是的 可能是一些精神很波動情緒 精神彷彿這些都會比較常見 嗯 另外一個主要的字眼就是屈 其實中醫經常提到屈氣會屈住在裏面 還有一個叫做乾屈的名詞 那這個是不是跟我們有這個憂鬱情緒有關聯的呢 這兩個屈是有少許不同的 情緒屈結有少許停滯的意思 如果說乾屈主要是說乾臟的氣機不順暢 因為乾臟我們說它經常要下決定 是一個很快速的行動 但是它很有趣的同時 我們是要靠乾血去餘養它 一乾一油去併劑 那當乾屈的時候 就是當它的氣機不通常 慢慢屈在這裡就會導致氣停滯 導致齒輪不會再自己走 要人推它這樣 嗯 那我想問一下究竟哪一個是因 哪一個是果 其實我們是受到外來的刺激 令到我們情緒的屈結 還是其實我們本身 我們裡面是有些屈結 就是身體運行得不好 然後導致我們對這個外來的刺激 是會有一個更強烈的反應呢 那這個就牽涉到你說問因果 那我們首先歸回做人 因為中醫很強調就是你本身一個人 而你個人的整體性 對吧 所以我們經常提及體質體質 體質是甚麼呢 就是每個人 你可能入院的陰陽 氣血比例都不同 所以其實你的體質因素 就某程度決定了你的抗壓能力有多少 壓力從哪裡來呢 就是從環境因素過來 所以你說何時是因 其實往往兩者是有少少是 互相影響的 是的 那我想知道 哪一種體質的抗壓能力最強呢 這個呢 我自己個人經驗呢 最有趣就是 乾屈的人 其實他們抗壓能力是很高的 但是他們同時呢 他們可能身體承受的東西 就是最多 所以你可以說他們是最抗壓能力最高 但是其實某程度 他們深層是最不舒服的人之一 因為可能其他人抵受著壓力的時候呢 就會是可能有些頭暈 耳鳴 已經受不了了 要休息幾天 但是乾屈的人呢 是他們可以繼續跑下去的 但是他們可能就會越來越辛苦 這樣的情況出現 我明白了 這個令到我記起 之前也有一些精神科的醫生 就是跟我解釋過 其實有些人會出現這個焦慮症 抑鬱症 或者是躁痕症 其實他們往往 他們看那些病人 其實往往 本身是一個強者來的 他可能是一間大公司裏面的一個管理 上萬人的一個管理高層 在家裏也是 對於自己家裏的子女 也是管理得非常之好 但是往往就是 抗壓能力很高的 很厲害的 但是其實往往 其實人就好像一個鍋 那樣 他的鍋裡面 其實真的裝了很多壓力在樹 但是他裝得到 一路都 然後最後 可能是一些小小的東西 令到他爆發 這件事就被形容為 就是駱駝背上的最後一根稻草 只是一小小的東西 可能你掉了一張紙 在地上 令到你自己不開心 那已經可以觸發了這個人 情緒爆炸 這樣 其實因為這個都很特別的 尤其是香港人在這麼高壓的城市裡生活 其實每個人都很厲害的 一定要記住 但是 就是什麼時候是最後一根稻草 壓垮你整個人 那就是一個最重點 之前也有提及過西醫方面 精神科的知識 其實近來也有一本書 是新出的 就是關於心靈的傷 其實身體是會記住的 這本書是說什麼呢 就是關於究竟 情緒病和精神病 往往其實取決於 你小時候 你怎樣去面對這些壓力 那當你長大的時候 其實為什麼你會面對 可能車禍 或者是一些很高壓 一些極端的環境 你會突然好像 呆滯了 其實都和你小時候 怎樣面對壓力 是很相關的 所以我們更加不可以忽略 就是說我們從小到大 是經歷的事情 還有其實我們現在 面對的壓力來源 平不平均 都很影響我們現在的情緒 和心理健康 其實大家都看到 內內外外大家 年長的年幼的 其實都有面對一些 不少的壓力 小朋友 我們香港的小朋友 小時候 我們就是要贏在起跑線 學校的壓力 家庭的壓力 功課壓力 甚至 朋友之間有時候 那個壓力 我們的小朋友 從小就已經在學 這個面對壓力了 如果在這個時候 未能夠 父母或者 身邊的人 未能夠幫到他 好好的去 去面對壓力 處理壓力 抒發壓力的話 可能 我們的下一代 我們的小朋友 小時候 就已經開始 就在鍋裡開始揣壓力 這件事也挺可憐 所以其實環境因素 就會 剛才說影響 你的體質 你的抗壓力 有多高就會 互相轉化 還有 講到小朋友 就是講到情緒病 或者是一些精神病 例如思覺失調 其實很多時候 他們 那個 我們叫做 什麼時候開始 其實從小時候 抗壓力不夠高 是時候慢慢 你已經可以看到 早期的一些 情緒 或者精神健康問題 然後 儲到一定時間 就會發作出來 所以其實 很多時候 我們都要講 我們怎樣可以 及早發現 無論是自身 還是身邊的人 如果提供一些關懷 無論是中西醫 還是心理協助 都會比較好 做父母 其實都要 督促著你的子女 要做足功課 做好自己的 學習的本分之外 其實都要注意一下 在適時 跟他們去 去消耗一下壓力 不要再添加壓力 給自己的子女 否則的話 今天沒事 今天開心心 但是馬上就不知道 什麼時候會發出來 好 例如我們現在這個時候 大家都相信 會有不同的 一些情緒的發洩 在一些不同的時候 好了 我們已經成長了 我們又怎樣可以 有時候幫助自己 去調理這個壓力 輸壓或者減壓呢 很多時候 我們除了日常工作之外 我們要有自己的生活 才是最好的解決方法 正如一開始提過 其實很多時候 我們和 什麼時候是情緒 正式成為一個情緒問題 就是說 我們對於生活上的動力 可不可以繼續有 那什麼是生活呢 除了工作賺錢之外 可能和家人朋友的相處 又或者是 你有沒有自己的一個習慣 你自己的喜好 可能很簡單 但你每年參加馬拉松 有一個動力去推進每年進步 這個都可以 已經很簡單 是作為你生活上的動力 不過香港人很喜歡去旅行 近這兩年 這兩年來 我相信都存了一點屈結 因為他們不可以去他們最開心 最愛去的日本 東南亞 你自己可以去郵輪 郵輪 郵輪最近都可以 不過就 不可以去其他國家 你自己可以上郵輪 就去公外那裡 游一個圈 然後又回到香港 不過 希望 我們香港人 散心的 去外地散心的 這個 非常之好的 一個 輸壓方法 我們可以盡早 就可以 能夠恢復 除了我們需要找一些自己的解壓 減壓的方法 例如去做運動 或者做一些 令到自己 提升自己 令到自己有進步 例如畫畫 也是 畫畫 書法 其實這兩年 我都發覺 多了很多人 在這一方面 去尋求他們自己的 心靈上的安寧 以及其實 都是一個很好的 專注力的訓練 其實是的 因為剛剛說過 有動態 例如做運動 另外 我經常都會叫病人 例如失眠 或者 我們剛剛提及過屈症的病人 我都會很建議他們 可能想睡前 或者每天下班之後 要給自己 我們現在經常叫me time 就是一個正觀的時間 就是 可能不用一定要做到 可能坊間要說 15至30分鐘 那麼長 一分鐘 五分鐘也好 讓自己 只想自己 現在這一刻 我舒不舒服 這一刻 我正在面對什麼問題 很多時候 除了我們用中藥 針灸之後 我都要叫他們回家 要有這個習慣 才可以 令到病情逐漸舒緩 因為這個 才是從內心自我 去解決問題 大家也可以 可以嘗試上一些坊間 亦都有一些不同的一些 工作室 其實是 跟大家去 可以去減壓 靜觀 或者可以去 走山 其實都是一個很好的方法 我看到醫師呢 他的皮膚呢 都很陽光 醫師是否經常去 外面活動 去戶外活動 會不會去 有沒有去滑水 有沒有去行山 對 我本身都很喜歡去沙灘 或者 從小到大 大家都很喜歡 問我是否喜歡去玩水 這些活動 這些就是醫師的 假壓方法 對 對 我們 都要星期六 我們才可以去戶外活動 例如我們平時要上班 又每天上班的時候 都面對很多工作上的難題 可能回到家裡 有家庭 有子女的人 都需要面對子女的問題 家庭的問題 在我們這麼繁忙的都市生活下 我們又如何可以 令到自己能夠放鬆些 不要積累這麼多壓力呢 剛剛都有提過 即是說放工回家很累 究竟要怎樣做 但反而如果做運動 我會建議病人 可能早點起床 即是在日後陽氣升發的一個時候 配合 因為我們剛剛都提及過的概念 是乾屈氣制 如果配合正常一個 日間的時間 其實我們的氣是最充足的 當我們再配合運動去抒發氣機 其實效果就會比起晚上跑步更好 因為晚上其實如果你去跑步 很容易你持續 一個星期你就會放棄 但對比起這樣 我更加建議病人 可能是隔天 或者是一個星期 起碼兩三次 我們可以下街跑到15至20分鐘 在早上陽光最好的時間 我們上幾個星期 其實醫師也有跟我們說到 因為入秋之後 其實我們那個日短的時間 日照的時間 就越來越短了 所以其實我們都要爭取 這個日照的時間 出去運動 因為陽氣會越來越短 越來越少 我們要多些出去 吸收陽光的溫暖 然後儲買 我們很過冬 因為之後冬天可能會更辛苦 我知道其實現在很流行 飲用一些花茶 可以令我們減壓 是不是呢 如果是的話 有沒有一些花茶可以介紹給我們的讀者 當然也有 因為其實花茶 雖然我們很容易買到 但是我們往往都不知道 怎樣去調配配搭 才是那些藥味是對的 今天我也為大家帶來三種花茶 以及一個食料的 第一個花茶就比較特別 其實就是女士們最喜歡的玫瑰 它整個名字就是玫瑰梳光美顏茶 它的成分是有佛手、薄荷和玫瑰的 這個花茶最特別就是在於 它是比較強調一個梳光理氣的作用 而且對於女士們有月經 可能是痛的問題 血塊多這些氣製血雨 這個花茶會比較好 而且好像玫瑰花對女士的美容 也挺好的 是嗎 其實玫瑰花除了我們經常用花水 或者我們就這樣放在觀賞之外 其實玫瑰花它本身是行氣解鬱 而且活血散雨的力是比較強 所以很多時候我們用花茶 千萬不要說貪心 放一堆進去 我們如果是焗杯裝 如果是一個很漂亮的玫瑰花 其實可能一兩袋已經是夠的 是的 我們當然也要看你沖幾大杯 幾大湖去做 我們也有一些建議的比例 就是會寫在 那個PowerPoint上 都給讀者去參考 按照比例 最重要是 不要以為我五六七八對 這樣很開心 其實太多了 太過行氣活躍 太過行氣活躍 會不會肚窩 是的 有些剛剛也聽過 有些說 為甚麼會飲完花茶之後會肚窩 很多時候可能是 他行氣激動了你裡面的濕 濕 但可能當他剛剛排病氣的時候 你可能會覺得 我是不是病了 我肚窩 但其實可能是初步的 但堅持下去的話 有些會是比較好 但如果說有疑問 當然是疑問身邊可以找到的中醫師去問會比較好 剛剛也提到肚窩 我們第二個花茶 他對於腸胃是比較好的 它是一個茉莉花茶 叫做開胃解鬱茉莉茶 它有甚麼呢 就是我們最常聽到的陳皮 茉莉 而最特別是加入了炒米 因為其實陳皮炒米茶 我們可能孕婦有些人會 生完嬰兒喝 其實他為甚麼會這麼受歡迎 他其實是有一個去談 去歡醬 尼水谷的配合炒米 就更加可以養到脾胃 而鹼莉花 就是因為它是入肝脾胃經 它對於里氣和中 相對玫瑰花 它是會更加可以針對中椒的問題 比較好 是 這兩 我覺得很有趣 我真的每次跟每一位醫師做完訪問之後 聽完醫師所說的一些中醫知識之後 我就會去買了幾樣東西在家裡 但是往往買完之後就沒有衝過 你剛才提及的茶 陳皮、茉莉花我都有 炒米今晚花企炒米 這樣就可以了 其實炒米是很常配搭的 例如綠茶 可能你不想那麼寒涼 可以加一些炒米 又或者是剛剛說陳皮 有一些年輕一點的女士 她不想陳皮那麼亮 可能是一些橙皮 我們去裡面的白色浸衣 其實都可以用 可能你在一些西式的茶店裡 你自己配搭一些曬乾了的茶葉 或者是果皮都可以的 很好 我剛才聽到有三個花茶 是否還有一個花茶可以介紹呢 是的 而最後那個花茶 就會在我們桌上看到這個 它會有核歡花 有玉桂粉 我們現在先用了玉桂去代替 還有我們經常說的花氣參 這個其實是核歡安眠茶 它對於經常要熬夜 虛煩失眠的病人 就比較適合 其實因為核歡花 是可以解鬱安神 還有它是很擅自一些 心神不安 一鬱失眠的情況 而配合玉桂比較特別 就是因為其實我們 其實玉桂 在中藥裡面配合地王 有種隱火歸原的效果 它對於我們帶回一些虛火下去 小量 就是一定不可以用太大量 因為太大量 就沒有了那個癮火歸原的效果 那再配合西藥心 其實這兩樣 糖量和溫的比例配合適合 其實這個組合 就可以是對於虛火的病人 都會相宜一點 那原來玉桂是一個中藥來的 我以為玉桂 我通常會用來做西式甜品 原來可以在中藥房那裡買到的 中藥房買到的 就會像我們現在的狀態 就是片來的片裝 是的 如果說買到罐裝玉桂粉 我們審少量 在這個花茶就會做到剛剛 我剛才心想 我常備玉桂粉 原來加玉桂粉也可以 我還想著 因為玉桂粉 它是控干了 然後再變成粉 我還想著它 藥用價值可能會有些不同 不敢用 因為其實今天的花茶最主要是 你家裡有的東西 如何互相配搭出來 是的 今天跟我們說的幾個 主要的成份 材料 都真的我們經常會用到 但是這個合歡花 是嗎 這個就真的需要在藥房買回來 是的 它和你網上看到的圖片 是相差很遠的 因為那個它本身花花比較幼細 曬乾之後就會是這個樣子多些 所以當你沖過茶鍋 可能你放在一些茶包袋裡面 或者是有個茶篩就會好一點 否則就很難喝 明白 而且這個味道會偏富激一點 可能加一些冰糖或者蜜糖就會比較好一點 我還想著 花其心我自己也很值得住 很瘦得到 其實我剛才喝了一杯花其心茶 是焗茶來的 而玉桂粉 我想其實也是一些人喜歡的 有些人很瘦得肉貴的味道 有些人也很不喜歡 都要視乎自己的口味 我知道其實除了飲用這個花茶之外 是不是還有一些湯水的 是的 最後還有一個大家最喜歡的湯水 它是叫做凌晨安醋湯 為什麼會改這個名字呢 其實它裡面主要的成份 是有我們很常用的金蜜大造湯 就是剛剛我們提過 很久之前的一個經典書 今季要略裡面提及撞醋 已經是說用金蜜大造的了 所以它的成份先簡單說一下 就是有八合小蜜 藍棗、陳皮、甘草 以及加一隻鵪鸚 其實最重點是 藍棗和小蜜份量 就不要沽寒淪色 就要擺放更多 也可以參考我們提供的比例 那它最適合就是 狀躁病人說是精神彷彿 還有情緒起伏比較大 不一定要是經常哭的 可能你為什麼會 少得特別亢奮 一時又突然很低落 安靜了 這一種情緒波動大的病人 都可以用到 即是說整宗比較多的人 是的 因為其實它的凌晨安草的狀況 主要取決於金蜜大造湯 而另外加了八合 就可以養陰清新安神 再加上一點的陳皮 其實就可以有回 剛剛說的 你是健脾和中的情況 嗯 陳皮其實在中醫裡面 其實很多時候都會用到 其實是一個很好的 我覺得是一個很好的食材 所以其實你說 現在的年輕人 是不是會覺得 用這個陳皮好像很涼 那我又覺得不是 其實我覺得大家普遍都會接受陳皮 還有陳皮連子白合糖水 不非常之很好味 因為很多時候壓力大到 吃肉不振的病人都很多 這些時候用這些果皮類的東西 都會比較好的 其實大家今時今日都明白到 就是其實這些果皮 越陳年的時間越長的話 就越好 所以就算年輕一半 現在都開始曬果皮 還有就是到了現在 譬如他二十多歲開始曬 到他三十歲的時候 那些果皮已經要十年了 然後到他生兒玉女 他家裡就有二十年的陳皮 二十年的陳皮很貴 但也要提醒大家 自己曬陳皮的話 要分清楚究竟他是青皮 還是已經成熟的果皮 沒錯 還有如果自己選購的時候 除了看年份 更加重要的是 要看果皮裡面的油膝分佈 好不好 那才是一個漂亮的果皮 對 有學問的 不過現在今時今日的少女 都應該馬上去看清楚這些資料才做 那我知道其實當這個人 如果他是失眠 又或者這陣子氣虛屈結 那其實一些穴位的按摩 都可以幫到我們 是嗎 是的 除了剛剛的花茶 例如說臨睡之前兩個小時飲用 我們可以配合一些 可能我們當是基本的健手速 那首先第一組的穴位 其實就是我們經常說的開四關 那首先就有一個 是我們經常用到的合谷穴 應該之前有些醫師都介紹過 就是在我們的虎口位置 其實用手指公對著 橫紋對著虎口按壓下去 你覺得這個位置已經是冤痛的 而另外還有開四關 另外兩關在哪裏呢 就是在腳趾的地方 母指和另一隻腳趾中間 同樣都是橫紋對落 我們按壓下去 那個反應 母指和另一隻腳趾中間 現在不方便做 當我這個就是腳趾 同樣都是按壓下去 那個反應可能會更大一點 就是會很痛的 對 通常按腳都很痛 但是這個整個組合開四關 其實對於疏光解鬱 搶達整個人的氣機是比較好的 開四關有四個月位 對 一二三四 左右做完就開四關 對 特別是對於那天有很敏鎮的事發生過 覺得很吵 睡不著 開四關是特別明顯的 嘗試一下 那我今晚馬上去 有生氣的事情 每天總會有生氣的事情 對 如果晚上睡覺 如果當時你已經忘記了生氣的事情 就最好 但是你再做一做 那就更加舒暢了 對 如果說真的 那天其實純粹心情低落 很多東西撕水 很多睡不著 另外還有一組月位 就是內關和印堂這一組 那內關呢 其實就是我們心包經的位置 那最簡單就是 碗環紋 兩個手指公對落 我們用回自己同身轉 兩個手指公對落 這個兩個根腱中間的位置按壓 你輕輕游它 然後呢 可能配合你一些密相和呼吸 再配合我們印堂 我們不是直接按的 如果對於小朋友 我們可以慢慢用一些爽心粉擦它 但是那對於自己呢 會建議用回一些熱毛巾 可以敷在我們的眉間 中間印堂位置 或者是眉的這個位置 整個過程呢 就可以令自己舒暢 還有呢 其實它有一個 靈心安神坐眠的作用 那這個真的要做 就是 我好像沒有人 一上床就睡得 就是會入睡到的 但是呢 我也需要一些時間 有些時候 因為日頭可能 處理的事情太多 會令到晚上呢 都 都仍然 心仍然都是 緊緊緊掛著 日頭未處理完的事情 結果呢 就是 我也比較容易失眠的 是的 可能做這個 用一些熱毛巾 來敷一下 還有就是 做這個 用手指公 同身串 兩串 兩串 跟肩中間 是 我們就可以按油它 那我也要養成這個習慣 讓自己好一點 是 是的 另外其實 我們的生活作息的模式 是否都應該會有少少的改變 幫助到我們 不要有那麼多屈結 和情緒好一點呢 很多時候 我們說 要走出現時生活的困境 第一步就是 在日常的習慣上 作出改變 很多時候可能說 職場 或者是學習環境 很難一時生開改變 但是我們可以在我們自己的時間裏面 增設一些項目 最簡單就是運動 因為其實我們做運動的時候 身體裏面的很多荷爾蒙的比例 其實跟我們面對壓力來源的時候 那個數值是很相近的 所以為什麼說 你做得多運動 你可能的抗壓能力都會增加 其實就是取決於你的身體 如何面對荷爾蒙飄忽的程度 你如何可以調節到那時候 所以我們做運動 就可以讓身體類似是適應了 多些先 當我們面對壓力的時候 可能一些緊張的情緒 就沒有那麼明顯 原來我們做運動的時候 因為其實對於身體那時候 是產生壓力的 譬如對我們的心臟壓力會大些 血壓的壓力也會大些 它是類似身上線素的 身上線素 就是你有一個Flight or Fight 就是你要逃走還是要跟別人打鬥 去生存 當我們做運動 可能是跑的時候 這些都可以刺激到身體有類似的反應 沒錯 我們的腎上線素就上升了 對 於是我們就泵血多 血管又會收縮 樣樣泵 我們適應了這種狀況 就到我們真的 一些面對外洋壓力的時候 原來我們就可以好一點去應對 是的 如果說比較正態 例如瑜伽 一些靜觀呼吸 其實因為呼吸是一個我們比較特別的 我們自主和被動潛意識控制的同時 我們這個協調其實對於我們 去放鬆整個神經系統是比較好的 所以一些比較正態的運動 都有它自己的作用 而且也很強調所有來求診的病人 都要提醒他們 可能要找一找自己的壓力樂園是甚麼 如果說可能早期是疫情 社會事件這些 我們面對的時候 可能我們在一些視覺 觀感視聽資訊 我們可能都要適當的避免 尤其是臨訓前 晚上的時候 就不要看那麼多 這是真的 而且就說 均衡飲食 一些太過辛辣刺激的食物 不要吃那麼多 因為我們說 狀醋已經不足夠 你再吃那麼多 濃味刺激的食物 可能對於我們整個人的狀態 沒有那麼好 另外就是 作息定時 還有最重要是 一旦發現自己 有早期的情緒問題 要尋求專業協助 沒錯 好 今天醫師 給了一個很有用的資訊給我們 在中醫的角度 幫我們去了解 原來其實我們的五臟六腑 跟我們的精神狀態 都有這麼大的關聯 相信大家都吸收了 不少醫師給我們 有用的資訊 那些花茶 一會兒我就回到辦公室 我就 我又收拾 其實基本上你說的東西 可能都齊了 我們立即可以沖回花茶來喝 然後希望今晚可以安心 剛才你說了這麼多方法 我相信大家讀者都可能會嘗試過 也不一定的 如果有些人 他自己有 譬如他見過西醫 拿過一些睡覺藥 即是安眠藥 也嘗試過 剛才你所說的幾種 月位 也試過花茶 但他都睡不著 那這一類人士應該如何去處理呢 那如果這樣 那我先站在中醫的立場 那我都會建議 其實也有很多病人來到 已經和我第一句 就說我不想再吃藥了 無論中藥還是西藥 又或者是自己買的補充製品 那可能我都會建議 他首先可以做我們的針灸治療 因為其實針灸都有很多門派 除了我們常用的體針 其實還有腹針 又或者我們在耳穴上面 我們用壓斗 即是用黃筆流行指去做對應 例如我們常用的神門穴 又或者是一些內分泌的穴位 其實我們加一些刺激在上面 不需要很強的刺激 我們其實只留一顆種子在上面 長期有一個刺激感 它其實都對於 可能有那一晚你已經睡得好了 好 多謝醫師 謝謝 但是大家記得每次 我們的醫師都很好 都會帶一些小禮品給我們的 我們今次就講情緒問題 醫師就帶了這個 非常之好 失憐的充製 這個就是酸祖人茶 這個酸祖人茶裏 主要是有酸祖人 還有其他的材料 是嗎 主要是用來清虛帆 可以幫助你助眠 是的 是的 那麼每次就沖一包 還是要每次沖兩包 其實一包都足夠 尤其是剛剛說過的花茶也是 如果說沖一杯 盡量分量不用太多 而且你飲用完 最好睡前 就算你沒有一個小便的感覺 最好都去排清一下膀肝 才上床睡覺 如果不然就可能有液料問題 那如果花茶來說 我想是否一杯 可能是250毫升就可以了 你就不要說 一沖就沖400毫升自己來喝 是的 因為很多時候 現在坊間越來越多 燜燒壺 或者大的水壺 這些可能就過多了 花茶其實我們很多時候 都最好熱飲 我們沖一杯小的 讓自己放鬆情緒 之後喝清水 或者其他飲品 會比較好一點 好 我們女士就找一個 235毫升的 一個杯裝的壺 就剛剛好 或者最多就是 300毫升 多些 那些就用來裝大咖啡 裝咖啡 都已經夠了 就不要說拿過500毫升 對於來說太多 500毫升 那個樓花用來滿燒粥 好 今天就非常之多謝 林醫師幫我們 分享了這麼多 有關於 舒緩情緒 和我們要正視情緒 和好好照顧自己的情緒 一些中醫學的知識 非常之多謝你 林醫師 謝謝 我們下星期 同一時間再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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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下星期